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啰 早上 早上 李宗盛 早上 好了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们牛控挑机吧 我们做review之前看看今天的市 今天的市又变静一点 不太动的 点了月 昨天真的好劲啊 五百点了 问一下教主先 你这条深夜 你觉不觉得市已经醒神了 究竟现在沽还是要拿上去呢 醒神了 昨天就是四百多点了 真是 塞击浮晨夹死了那些淡油 敏感一句就跟我说 那些淡油死了 是的 死了 这孩子大面积覆没了 真是 那现在市正常的 都要消化 昨天的几百点 但是都要小心啊 你自己做淡的话 就是如果停下停下 跟着又按个按键呢 破18,500就可能行得送的了 但是如果你说大胆一点 你说一万八千五以上 几次都破不了了 站都站不穩 今次都是 这个位置做淡沧 有肉吃的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一万八千五站得穩 淡沧也是要鸡飞就够走的了 嗯 大师呢 大师怎么看啊 昨天这么厉害啊 今天只不过点了月而已 都站着 暂时站着一万八千四的 是不是其实只不过是 可能不知道啊 下午会又衝一阵啊 又没有得这样寄望一下今天呢 当然了 寄望就有得寄望的 实现不了不了就另计了 那昨天呢 最主要呢 昨晚就是美股没有市 所以呢 一切其实应该就是停顿的 停顿所以今早呢 市况呢 也都是不上不下啊 或者交收不多啊 几十点啊 这样啊 当然了 如果下午 真的又突袭又再扯上去呢 那你 短期的势头呢 就不可以沽了 真的不可以沽了 还有也都同意的 教主就看一万八千五了 我就看高一点 一万八千六了 其实都是差不多位的 那这些关键位 如果突破的话呢 那这次其实就直上去 一万九千七的了 那所以 搞事上呢 要看得很实 看一下那个变化 那尤其是 昨晚美股没事 今天应该停顿不前 等今晚美股开 才会 会之后呢 就有动动的 但是如果下午出现 真的 好像昨天那样 又突袭 又扯上去 甚至乎 破了一万八千五 一万八千六的时间呢 那 市况呢 就看高一线了 那这个情况呢 如果出现的话 大家就自动帮 懂得怎么做的了 嗯 不过短线如果说 那些指数牛熊呢 Carol今早多不多人都 吃光先 看一下什么环境先 那样 暂时来说 今早早 都是牛症的比例上 比较多些 似乎大家 是啊 是啊 一万八千五都还没有很肯 收手 追上去 淡仓方面 都有资金流入的 但是比例上 今早上我们这边 市场移动少少 都是牛症比较多些 那如果说 熊症呢 比较多 投资者留意 就一万 退到一万八千七 一万八千八百点 你收回区 三四百点左右 嗯 嗯 都是玩大概三百点距离 咱问一下个男朋友 身在英国的教主先 你和网友来争拗的嘛 就是恒指红来争拗的嘛 不用争拗 一天就有人有两千八千 不需要争拗了 是的 不行了 都被挞掉了 那不如你论有少少升幅 那些些人就有17.8%的升幅 有什么兑肠 不够支持 不够支持 因為李永另外一位網友他選了一隻簡簡單單行指召25358 已經吃著你們了 30多個巴仙的升幅了 已經有34個巴仙的升幅了 到現在 另外Wincent 他還 其實星期一跟文錦sir說的時候 他都覺得要小心啊 這麼大膽想去沽納紙 他會找一隻納紙紅的49597的 哇 真是 你知道啦 現在世不可黨的嘛 丁當碼頭找那幾隻NVIDIA Microsoft 蘋果都已經夠撐了 其實都呼之欲出的啦 誰這個星期會贏 就應該是李永簡簡單單行指召 多啦 那你怎樣去評價自己這個星期的表現啊 沒有啦 其實如果市這樣抽幾百點上去 那些紅當然是陣亡的啦 很正常的啦 但是他這隻25358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幸運成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隻比較長身 去到12月底的 比較長身 是啊 所以就是 除非我真的打了沒辦法啦 那如果你說市不是昨天這樣升幾百點的 都是陷下陷下陷下的話呢 我是有機會贏他 因為他選了就是比較長身一點點的 我選了就是比較鐵架一點的 所以沒辦法啦 這些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啦 是不是呢 所以他經常都說他快點報名的 很容易中的 五塊水 直落袋 直落袋 穩穩陣陣 這個星期沒想到是穩穩陣陣的那個贏 就不是那些 之前那些很激的玩 是啊 激的那些有時是容易中的 這個星期就是穩穩陣陣的 啊 我想問大師呢 你這樣看他們呢 真的呢 你以為我們本來都以為這個星期是 就是窄窄的 不是那麼有什麼方向的嘛 你要等著美股四期結算啊 半年結啊 這樣嘛 那所以呢 其實在窄市方面呢 那個部署呢 有時候是不是真的要隨機應變 譬如昨天這樣高開百多點 你也覺得有些東西啊 一路還要扯上去的時候 你就要懂得很靈活應變 其實呢 炒股票呢 最難的一件事就是說 那個市場觸覺啊 就是 天天都是這樣 天天都是這樣的趨勢 那大家就養成了一個慣性 但是呢 突然間有變的時間 那些信號啊 那些信息啊 你可不可以掌握到 而是有應變的政策啊 因為呢 正如你剛才說的 昨天早段一開 已經有一個不對勁的感覺 就是 突然間開高了 那似乎可能真的出現大交收啊 當然啦 這個不肯定啦 但是 起碼來說 你就在策略上就會 避免了 太過選一些很短線啊 很波動大的股份啊 或者渦輪啊 因為你這樣做呢 隨時可能突然間就斷送性命的了 所以 要改變個策略啦 那所以其實 真是市場觸覺是很重要的 靈活變通是很重要的 是啊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玩指數牛熊感覺上像玩棋子 在那邊看著它 有些不停扯上去的 那你要自己懂得靈活的就不是 今天也是排了格子算啦 那它炒了個範圍就不是啦 昨天這個情況就不是啦 我們講一下匯市啦 匯市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要問一問一下 身在英國的教主啦 你是不是做直播啦 今晚英倫銀行議席 是啊 是啊 你當然想它下落啦 很明顯都知道的啦 上平英鎊嘛 短期走勢你怎麼看呢 現在1.27多 英鎊對美元 跌是有些下跌壓力的 英鎊都 因為第一就是1.27、1.28這個位呢 其實穿幾都穿不到的 那和現在英國大範圍在那裡唱 它的通脹都成功了 就是通脹跌得很厲害 跌得很漂亮 那就是 說有機會再減息喔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減息枯升都非常之高的 真的 所以英鎊會有些壓力的 所以就1.27這些位應該做一些潑 大概你對港幣十算了 做一些潑 是 大師又怎麼看呢 即是它下了2%嘛 CPI 那是真的達到它央行那個2%那個通脹目標 那你怎麼看英鎊今晚會放鷹還是假呢 就應該呢 我想都是中性的 未必會放鷹放假的 因為現在呢 其實那些央行呢 真的很小心啊 他們除非有個別的目的 想做貨幣呢 限某一個方向而已 否則的話 其實現在都是官網的階段 所以我也同意的 就是英鎊呢 短期呢 易跌難升的 因為始終呢 它有重選啦 大選啦 那現在來說 工黨就似乎領先啦 那應該執政黨呢 就會很嚴重的 那 變相呢 就說在 一來就是減息的因素 二來就是政治因素 那似乎都是不利英鎊的走勢 我都覺得是 只要政局那個更重要一點 那因為昨晚我見到英鎊彈少少 還要彈幾十點 問一下Carol 如果我們真的要對英鎊有看法的話 有些什麼推介 剛才教主的安安位1.28 就是正正我們港幣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十算的關口位 其實如果你看回今年以來的走勢呢 大致上是一個長方形的走勢 因為其實英鎊相對 比如其他地方還是一個 拍得住的息口 差不多是唯一一隻大的貨幣裏面 拍得住美國的 所以你看到它那個走勢 都還是9.8至10元 十算這個範圍 是 你說的是4月的時候 震一震下去9.7這些水平 那現在就 維持住在9.9 等這個央行意識的結果 和剛才兩位講到的大選的情況 但是畢竟是偏向十算這些位置附近 我們這邊呢 近來真的見到有貨幣 就是英鎊付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教主 近來都有提及一下 近來都多了一些投資者 留意 除了英鎊之外呢 其實我們見到是歐元的付出 和英鎊的付出 多了投資者玩的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看回論證資金樓 雖然不可以和大名比的了 但是呢 英鎊付出 連續三天都有錢坐 加起來大概是一球港幣 如果大家現階段想試一下沽的話 10277 1027 我們最近是一個比較多投資者選擇的選擇 可以先記錄下一個號碼 當然 如果你覺得它有機會爆上十算 我們都有高槓桿的擴論 號碼10245 33倍的實際的槓桿 我想問一下歐元 大家可能都真的想沽歐元 法國大選吧 是啊 法國大選不知道怎樣 它進行兩輪的投票 快要開始第一輪的投票 如果我想沽歐元有沒有什麼選擇呢 有輕微隔內的10103 我們最近看到投資者興趣大了 我們都補充了10293 但是這隻因為現在這一刻有少許賣賣差價 那就不太建議大家去看著 可能下個星期再跟大家更新 10103仍然是一隻合適的選擇 星載年期夠長 你不要看它輕微隔內 兼且12月到期 槓桿都可以做到16倍 這隻是上個星期投資者玩過一回 這隻EURO PUT 我記得好像從兩毫子炒到上來 兩毫九子都見過 所以因為港匯的槓桿很高 所以絕對可以夠位轉身 你有個想法的話 其實可以下午買定 尤其是先玩英鎊 因為今晚意識 看看它究竟是放英還是放甲 然後我就覺得 看法國的大選 然後再玩歐元 看看是不是大家害怕的 當然要看債息 你知道之前法國債市倒下來了 都挺嚇人的 那裏可以看一看 我可以這樣想 今天都差不多了 我們看看星期一 最終結果如何 但都呼之欲出 謝謝Carol 最後問問Carol 剛才我們說的估法 沒有遲到嗎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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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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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同时,Record Finance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有史、任何不伦种类或形式之新术或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读者募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资决定,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概与Record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Record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Record Finance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